大家好,我是影红 上個禮拜有提到什麼叫做創意意價 那今天我要來採訪我一個朋友 就是上個禮拜有提到的 Bee的臭豆腐 Fancy豆腐 那我們起來看看他的店長怎麼樣吧 Hiii 主豆腐 Super豆腐 你還是一起做了這個 這個是我們今天的主角Bee Hello大家好,我是Bee Nancy豆腐的主力人 我們就是想要了解一下Bee 他為什麼會有這個品牌 然後以前是有什麼樣的經歷 哦,了解 我以前是從大學就是就讀西餐廚藝系 所以一直以來都是 對西餐飲食的話比較有了解 然後可是我們家是道地的客家人 然後我媽媽也是開客家餐廳的 然後Fancy豆腐是一個臭豆腐的 料理 對,但臭豆腐是我 故障的事業 就是他從 用餡菜跟中藥才純天然發酵的 就我從小吃到大這樣 我故障現在已經70歲了 啊,70? 可是他是跟他爸爸學的 他們是從外省過來的 所以這個手藝已經 這個傳統的手法已經超過百年 對,然後到差不多 因為一直以來都是學西餐嘛 然後來到義大利餐廳工作 所以其實就是 專業的都是比較西方的東西這樣 然後到差不多五六年前吧 都開始覺得自己對台灣的食物的話 非常的不瞭解 因為我們家是開客家餐廳的 對,所以五六年前開始覺得 奇怪我走到台灣的菜市場 就完全對那些食材都沒有很瞭解這樣 就開始覺得 欸,這樣好像有點奇怪 就是我會煮pasta 然後我對義大利進口的食品都非常的瞭解 然後會喝咖啡 然後就漸漸慢慢覺得說 欸,難道我們下一代都要吃pasta 或者是說都喝咖啡這樣 然後身為一個台灣人 可是不會泡茶 會煮咖啡這樣 所以就開始覺得有一點怪怪的這樣 對,所以就開始去接觸更多台灣飲食的東西 台灣在地的食材 原生種的產物也好 或是客家飲食文化也好 所以慢慢會覺得說 欸,其實這些料理的手法 或是它的工序 其實是不輸給外國的東西 當然我自己是覺得沒有什麼的好或不好 我到現在還是很喜歡義大利菜 只是我覺得說 我們家族本身就已經有很多很好的東西 那現在會做這個牌池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主要的目的是要做傳承 就是要把臭豆腐這個手藝 還有我媽媽的客家菜把它傳承下來之後 然後用Fancy tofu這樣子的結合的模式 去創造出我的品牌 也就是 其實它也就是一個現代當代的一個飲食 對對對 所以你是把臭豆腐結合你的客家人 客家人的背景 對,我媽媽的客家菜 客家料理的背景 跟你在義式料理餐廳學過的 對對對 那它各自是有變成什麼樣的產品 像比如說 意大利菜其實它 我覺得意大利菜其實是一個精神 就是他們在做菜的方式 比如說是原食物也好 或是他們很講究每個食材 比如說橄欖油 或是Basamigo醋 他們可以吸分到 比如說這款橄欖油是適合烤蔬菜 這款橄欖油是適合烤海鮮等等 就是他們對食材的講究 我覺得意大利菜的精髓是在這邊 那當然說到呈現菜色或是菜氣來說的話 我覺得對我來說 意大利菜是一個精髓的 是一個想法 那反應到Fancy Tofu的話 其實是更融合了我 自己在這10年做菜的一個生涯 遇到的東西 像比如說番茄沙沙 是我在澳洲遇到一個意大利的Chef 因為通常我對番茄沙沙的印象就是 大家會做得很分離 就是番茄是番茄的羊肉是羊肉 味道就是沒有融合在一起 對…檸檬是檸檬這樣 但他加了一個東西 讓我覺得 哇…那個味道都融合在一起 可是是清爽沙沙 可是又富有…又有重口味的感覺 然後再加上我自己調了一些自己的秘方進去 對啊…但就不好透露 那其實主旨就是追求一個… 譬如說像沙沙是墨西哥料理中一個很大的精髓 但是我會賦予我自己的一些巧思跟想法 去讓它變成我自己的菜這樣子 那醬鳳梨辣台妹它也是沙沙的走向 可是為什麼叫辣台妹 所以裡面有一點點剝皮辣椒 剝皮辣椒 對…但它不會很辣 因為我選用新豐那邊 我們客家人的剝皮辣椒 所以不是… 我們像剝皮辣椒… 花蓮… 但花蓮真的滿辣的 那個真的滿辣 那新豐的話就比較甜甜鹹鹹的 所以鳳梨的沙沙 就是你大家都會覺得 鳳梨沙沙好像很甜或等等 所以我會加一些比如說 像醬鳳梨跟剝皮辣椒 就是我們台式的醃製物 譬如說義大利也有醃製物 像比如說橄欖或等等 那我們台灣其實也有醃製物 所以我自己的料理的概念或想法 其實就是… 其實沒有所謂的好或不好 就是比如說西方他們有他們的醃製物 就像我剛才提到 其實台灣也有自己的醃製物 客家人就是一個很厲害的 很喜歡醃製的東西 保存食的一個… 對… 筋筋嘛 對… 對… 可是我反而很喜歡 台灣人的醃製物裡面的鮮鹹感 對… 你去想像很像醬鳳梨跟薄皮辣椒 它就是有發酵過 然後又有那個鹹感 可是當然鹹又不是死鹹 對… 所以我會把它變成一種調味料 對… 所以在… 其實我也要澄清一下 其實我對客家菜不是那麼的擅長 我只是有客家的底子 就是我們家背景是客家人 從小吃很多我媽媽煮的客家菜 那其實你說我是客家菜大師嗎 其實也沒有 可是我會去了解這些食材 背後的味道也好、風味也好 或是製作的手法 然後去轉換成 我覺得可以去搭配這些新式的一些料理手法 然後讓價值感呈現出來 對… 那客家酸菜炒豬腳肉就是我媽媽的菜 完完全全就是它炒的 對… 然後明月大飯店肉燥就是 明月大飯店就是我們家的麵店 媽媽的麵店 對…就是我媽媽的麵店 對…這道也是它完完全全 就是我們家乾麵上面麵的肉燥 所以… 還是你把它組合 因為他們以前從來沒有想過說 鋪上的臭豆腐跟這個可以結合在一起 對…就是用我的概念跟想法去做一個結合 當然一定也要好吃這樣子 因為我有一個想法是 創意一定要成立在說 大家還會想要再回來再吃 好…就是大家有共鳴 可以接受 對…我比如說吃過一次就覺得 好…滿創新的 可是它不會再回來 那我就覺得這個創意料理就沒有成功 對對… 那我做這個牌子其實 一半就是會有稀釋的手法 但是一半也會有一些台灣的 道地的一些手法在 讓大家可以感受到說 即使是台灣傳耳料理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有不一樣的呈現 所以像西式的這個 你就是會再找一些 比如說你以後可能會研發 就是會有一個方向 就是可能有的是客家的 對對… 有的是台式料理 對對… 然後再這樣以後研發可能 有些是西式的 可能是有些活動有需要 對對… 你就可以再去搭配 然後讓它變成是… 你找出一個風味組合 對對… 我覺得這個就是 Fancy tofu料理的品牌的一個價值 像比如說我們去參與餐會的時候 我就會去設想說 比如說… 酪梨皮蛋 喔… 對對… 對對… 這個我們也有出過 酪梨皮蛋 對… 所以… 或者是下半年我們在宜蘭 可能會再開一間連鎖叫… 可是那一間可能是全部素食的 對對… 所以這個品牌就會變成是 時時在創新 可是時時又拉著傳統這樣子 對對… 因為像我… 我現在在開發課程 所以我就會去想說 欸…創新其實… 就是料理本身它… 它就是有兩個面向 一個是創新 一個是傳統 對… 然後我就是… 創新加傳統排列組合 就變成四種 對對… 而且有兩種是… 新的手法跟新的東西這樣 沒錯… 然後或者是舊的手法跟舊的東西 但是我們就是在… 像這種是傳統的… 再加上我們沒有想過的新的東西 再加進來 對… 或者是… 把兩個… 我們覺得不太可能 結合在一起的東西 對… 再扭轉一下 結果它變成一個新的風味 對… 然後反而是一種新的東西 沒錯… 因為我也有想過這件事情 像… 譬如說我們家是做客家菜的嘛 那… 大概一兩年前我也有想說要傳承這些東西 可是… 畢竟我學西餐已經很久了 那其實也在我身體的一部分 所以… 反而你要我去端出一盤 比如說完完全全道地的客家小草 就跟我媽學的 或是薑絲草大廠 直接端在我的餐廳裡面 其實我也會覺得有一點… 有一點… 矯情 對… 後來我想通了一個東西就是 我覺得… 我是這個世代 這個當代的廚師 那我就創造出我覺得… 在我身上走過的… 的… 的東西 不管是回憶也好 是我學到的東西也好 我認識的食材 我認識的餐飲朋友 或是Chef也好 他們所傳送給我的東西 然後… 到現在是我展現出來的東西 其實就是當代的這個料理 等於是吃你的東西 就是… 吃你做的菜 就… 也同時可以認識你 對… 因為你在端出這些東西的時候 端出這些菜的時候 你等於是… 會跟人家介紹說 欸… 這跟我的… 關聯是什麼 對… 因為我們有學習過很多傳統菜 可是你學習到那些傳統菜的淵源的時候 其實… 那些傳統菜也是那個時候的創新菜 對… 譬如說像… 台灣早期有很多日本酒家菜 就是… 那時候是… 日本進口當道嘛 所以他們可能是一個 日本罐頭打開來 對他們來說就是一個 很當下很時髦 日本進口品 那時候的飲食文化是這個樣子 對… 那… 演變過來就是 喔…原來酒家菜就是有這些東西啊 或等等 那其實相對的就是 那我們當代的廚師 在… 對應到怎麼樣的環境的時候 我們創造出什麼菜 其實就是當代的菜 嗯… 對… 所以我其實覺得 各個的廚師 比如說有各個背景 有各個想法 他們就做出他自己的菜 嗯… 在這個土地上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在做當代菜 嗯… 那到未來會變成什麼樣子 那就可能又下一代去做 因為大家都… 大家都用… 呃… 等於是用菜創作去表達他自己 嗯… 然後每個人這樣排列組得出來 其實又… 會有很多新的東西 沒錯… 你也不知道未來什麼東西會被留下來 嗯… 但那就是要未來的時候 才會被去斷定出來的東西 嗯… 就是他可能又變成這一代的經典 對… 然後又被… 又變成是說 欸… 三十五十年後 也有可能 我就變成是… 我就變成是… 沒錯… 沒錯… 我們希望啦好不好 好… 這個影片會流傳下去 Fancy豆腐的酵母這樣子 對… 之類的… 臭豆腐酵母這樣子 之類的… 欸… 那為什麼你會舉名叫… Fancy Fancy豆腐… Fancy豆腐… 因為… 呃… 也是… 自己… 開始了解台灣人式文化之後 其實我覺得… 我們這個世代的小朋友 常常被教育成… 比如說對… 吃這件事情 其實是沒有很… 很重視的 嗯… 我們從小就說 就好好讀書就好了 之類的 然後甚至是會 有一點從洋媚外 嗯… 所以… 就會覺得 我小時候 或是甚至在… 呃… 十幾年前都還是會覺得說 台灣的東西就是比較… low啊… 沒有質感 就是覺得說台灣的東西 可能怎麼賣… 它有一個天花瓣這樣 進口品就是比較好啊 一代菜就比較酷啊 喝咖啡就是比較… 吵 之類的 對對對… 但漸漸覺得 會做菜之後 然後又了解台灣人式文化之後 你去對比 那我也做過一代菜嘛 就像我一直提的 沒有誰比較好 但是我們也沒有輸 嗯… 我們不要一直覺得說 喔台灣的東西就是比較… 要賣同伴家 就是CP值要高 但其實做這些小吃店 我們家就是做小吃店的 或是甚至做 我故障做臭豆腐的這樣 其實大家的工序都是繁複的 然後也是辛苦的 反而要花更多時間 沒錯 對啊 發酵 我們家也是做中後… 爸爸 我爸也是做台菜的 對啊 所以其實 你可以更可以理解到 其實他們也是很辛苦 可是常常那個 我覺得價值是不太對等的 對 所以我想要告訴大家說 Fancy tofu 臭豆腐也可以很fancy 所以就取名了這個名字 對 那像你故障做這個發酵的手法 那像現在 就是一般人家在做臭豆腐的手法是怎樣 就是… 這可以講嗎 哈哈哈哈 因為我不太知道 就是說 它是有加一個什麼東西 就可以變成是像臭豆腐的 就是加速發酵的 我覺得其實大家多多少少也可以猜測到 比如說這種速… 如果… 我沒有辦法說每一家啦 就是那如果現金手法上 比如說 它要能速成 嗯… 因為 塑化劑事件我們也有聽過 但是也有可能有些人是加化學的東西 對 然後有些人… 比如說我們家是用傳統是用線材 對 那也有可能有些人是用地瓜葉 因為地瓜葉也可以去做發酵 可是地瓜葉做出來的臭豆腐會非常臭 對… 所以你可能在街邊聞到那種 受不了的那種臭 它可能是用地瓜葉 那它為什麼會用地瓜葉 因為地瓜葉現在好取得 對… 因為地瓜葉在市場可能一袋幾十塊就有 對… 那現菜相對是取得性是比較難的 對… 所以… 可是現菜發酵的臭豆腐 它聞起來是比較優雅 你比較吃得到臭豆腐本身的那個… 有臭但是不會到… 對… 你吃得到豆腐的味道 然後跟那個大豆發酵的那個香氣這樣子 對… 所以它的製作的時間會化石很長嗎? 它製作的時間其實會取決於你要怎麼運用到這塊豆腐 比如說做臭豆腐就是豆腐、板豆腐 然後去泡臭豆腐的滷汁 對…然後… 最少我們家使用的… 最少是要六個小時 但六個小時到十二個小時 嗯… 就要讓它發酵這樣子 對… 它會再試聞一下 然後去做炮製滷汁的動作 然後再把它拿起來 然後再進到冷藏 對… 比如說可以對應到說 比如說你今天是要做湯的臭豆腐 還是要做炸的臭豆腐 對… 它兩個發酵時間不一樣 不太一樣 對… 哪一個時間會比較長一點 炸的… 湯的 因為它的… 風味會比較重嗎? 還是… 風味比較重 對… 畢竟它會浸泡到湯汁啊或等等 不像炸的臭豆腐你是直接吃嘛 對… 所以湯的臭豆腐 我們就會泡製比較長的時間 對… OK… 你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有覺得最困難的點是什麼? 最困難… 有遇到最大的挑戰 或者是困難… 其實我做這個品牌的時候 我就有預想到一個最困難的東西 就是價值的傳訂 因為我們已經被… 一盤臭豆腐就是… 60塊… 30… 30… 幾歲… 幾歲… 一盤臭豆腐30塊 以前小學時候臭豆腐是… 對啦… 35塊… 40塊… 40塊… 對… 臭豆腐40… 沒有…我們新竹 現在一盤臭豆腐大概是要… 60… 55…之類的 真的嗎? 差不多… 對… 差不多啦… 真的喔? 對… 所以… 最難的我覺得是價值的傳訂 因為大家只要看到說 我是賣臭豆腐 大家就會說 一盤臭豆腐賣到… 100塊… 甚至我去跑市集 因為… 市集還是會有攤費 你還是有一些… 成本在那邊的 所以… 那就是在… 大家對臭豆腐的… 成見… 對… 就說臭豆腐就是一個… 便宜的路邊角色這樣 沒錯… 但是它為什麼會… 有這個… 對… 因為它們一開始會看到的時候 就會有這樣子的想法 因為它還沒有知道說 其實我們做臭豆腐的方式 是不一樣的 從發酵 或是… 臭豆腐的呈現 其實上面有淋的醬汁 上面淋的醬汁也是成本 對… 尤其我們… 我們不是用… 金鹽啊… 或是我們也不是用最便宜的醬油 我們是用鹽選過的 薄鹽醬油 對啊… 就在食材的方面上 就是有義大利菜的精神 就是我們去挑選… 好的食材 最好的食材 對… 不會收到最頂級 但是我們不會用說… 就是… 60塊成本的臭豆腐 然後去賣你… 100塊… 120的價錢這樣子 對… 嗯… 但是… 其實… 一定會有遇到客人說 覺得貴或什麼的 但是… 95%的客人 只要吃過之後 都不會覺得貴 對… 他們吃得出差異性 然後甚至還會… 再回來再買 然後真的… 就會覺得說真的很好吃 真的… 真的跟傳統的臭豆腐不一樣 嗯… 那就會讓我覺得很開心這樣 嗯… 因為… 我上一次有去… 那個… 巨城幫你辦 嗯… 就是有一個… 有一個客人連續來很多店 有一個婆婆 對啊… 我去巨城擺攤28天 她來了22天 超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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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 我去幫你… 幫你擺攤… 去三次吧… 然後我覺得… 欸… 大家都是覺得這個東西是… 對… 非常有趣 然後… 對… 沒錯… 沒錯… 我… 我幾乎沒有… 欸…我應該… 我沒有遇到有客人就說 這個怎麼那麼貴 對… 對… 我覺得她… 就是… 確實她有把它包裝好 成一個… 大家可以理解的狀態 然後大家可以理解 這個食物 它… 是傳統的東西 然後她… 從傳統她又… 堅守她傳統的製作的方式 沒錯… 然後又加了一個… 我們沒有想到的新的東西 組合成一個更棒的東西 對… 甚至到包裝 或是到整個擺盤的顏色 嗯… 就…我們是… 別於傳統的臭豆腐嘛 所以我們連泡菜… 也做的不一樣 那泡菜也很好 對對… 我們用佛熟瓜、白蘿蔔跟紫陽蔥 就是… 希望讓大家可以去看到說 喔…其實… 傳統的臭豆腐也可以有不一樣的呈現 嗯… 對對… 那…我們… 差不多可以吃了吧 哈哈… 沒錯… 幫你炸好了 我們現在去… 現在來吃臭豆腐 就看B怎麼樣去呈現它的… 來吃看看吧 從傳統再結合新的事物 新的元素 然後變成一個Fancy豆腐 我們來做做看 沒問題 現在B要來幫我們做Fancy豆腐的幾個招牌品項 今天要做什麼給我吃呢 今天要做…我們幫你做一個綜合好不好 好… 好… 這樣你就可以吃到三種口味 OK… 好… 我們會把它做… 對半是因為這樣一口搭配上面的醬料的話 這樣很好一口入口 嗯… 對…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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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手瓜其實也是客家人很常見的一個食材 那我們通常會拿來做炒… 燜炒這樣 有一點像炒芋仔的感覺 嗯… 那我看看它其實拿來過醃製的時候 它會有那個脆感 嗯… 其實非常好吃 這個是臭豆腐薯條 我們古早有做大塊的臭豆腐 然後我就想到說 把它切成長條之後 然後撒上我們自己調的辣粉 吃起來就很像薯條的感覺 但它其實是臭豆腐 欸你知道我是靠著你的辣粉為生的 你有送我一瓶 我吃東西都會加 你知道嗎 吃完再來補 不要害羞 真的很好吃耶 然後這個辣粉特別是我們有加 我們關西那邊有一個紅茶廠 然後還有做一個真心綠茶 內地帶回來的花椒 然後跟辣椒粉 所以調起來就非常的 適合我們的臭豆腐薯條 對 因為臭豆腐還是要有那個 Juicy的感覺 所以其實醬油這個角色很重要 就即使我上面有加了調味過的醬料 但是我發現 豆腐一定要有醬油的鹹度 去做一個基地 嗯哼哼 那你猜得到外國人最喜歡哪一個口味嗎 鳳梨嗎 鳳梨 番茄跟客家酸菜 你覺得是鳳梨嗎 我覺得是鳳梨 嗟嗟 是客家酸菜 啊真的喔 很意外耶 我自己也很意外 我以為他們可能會比較喜歡熟悉的沙沙類 啊 但沒想到他也很喜歡我們 台灣人的客家酸菜 館人 好 OK 你也一起吃啊 一起來享用 好 這個是臭豆腐薯條 很配啤酒 吃的時候一定要記得有啤酒 臭豆腐乾杯 來 它還會入到 它還會入到這個 脆脆的 所以就是跟 濕式的臭豆腐不太一樣 就是它是乾的 然後裹上乾粉 所以更可以吃得到臭腐那個酥脆感 但是還是吃得到豆腐裡面的 發酵味 沒錯 還有豆腐的味道 這個好好吃 因為我其實蠻討厭在外面吃臭豆腐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說 很酥的臭腐 但是它其實對我來說是硬 大家會有點分辨不出來 所謂酥跟硬 是兩件事情 就有一種大頭菜的香味 然後這是佛索瓜 它是佛索瓜 有點情人果的那種酸甜感 對對對 因為其實我的臭豆腐上面已經有醬料了 所以其實旁邊的Picco只是讓你 清爽一下口腔 然後讓你更開胃 所以做成酸酸甜甜的感覺 欸 真的像情人果耶 我沒想到耶 像喔 因為我很喜歡吃情人果 很像耶 對 所以我很喜歡這個味道 客家酸菜 它就是酸菜豬絞肉 薑絲 辣椒 上面有加沙沙醬的臭豆腐 這個女生會喜歡 是不是 嗯 因為它非常清爽 但是說真的 每個人喜歡的味道都各有所好 嗯 然後常常我在介紹客人 要學哪一個的時候 因為太多人都是第一次吃的嘛 所以其實我很難介紹 因為你看你吃 這風格完全不一樣 所以有點像那個啊 心理測驗 笑到我心理測驗 你覺得啊 你是什麼樣的人 可以去做一個調查 是屬於什麼樣個性的女生這樣 什麼樣個性的人啊 性格 喜歡什麼味道之類的 那我也有朋友很有趣喔 就像他來吃的時候 他一開始最喜歡的是 客家酸菜 然後他在吃吃吃 啊三個禮拜 他後來偶然吃了一次鳳梨之後 他又愛上鳳梨 但其實我可以很理解 因為風格太不一樣了 對啊 應該說都是好吃的東西 可是風格不一樣 像我是看心情吃 比如說今天真的很熱啊 我可能就會選沙 沒有很餓 可是又嘴餐 我可能就會想要吃沙沙類 對啊 今天可能比較餓 我可能就會想要吃 客家酸菜煮嚼肉 或者是肉燥 有一點飽足感 那種感覺 醬鳳梨 辣台妹 辣台妹 醬鳳梨辣台妹 廠控幫我播一首辣台妹 幫我訪問你囉 你最喜歡哪一個口味 對 我覺得他在一個 他在一個XY象限的 不同的位置你知道嗎 他好難選 是不是 是啊 真的 各有真的是風格太不一樣 我有點難選 是不是 我覺得都很好吃 然後我有點難選 因為他真的是 他分布的位置不一樣 酸甜鹹 口感 客家酸菜 他味道比較沉一點 對 但是 可是你要說他不清爽嗎 也沒有 然後最清爽當然是沙沙拉 然後醬鳳梨是他的味道很 他味道還滿完整的 他又有酸 他又有那個很沉的那個 然後又有辣味 然後會讓大家去想說 不會那麼在意到鳳梨的存在 因為滿多人會覺得說 鳳梨跟蔥莫芙 怎麼會搭 怎麼可能 他很喜歡吃鳳梨 我不是很喜歡吃鳳梨 應該說 我很喜歡鳳梨的圖案 對 很多人會送我鳳梨的東西之類的 好 今天謝謝B 來讓我們訪談這樣 然後我們了解到一個新的品牌 了解到一個品牌 它怎麼樣從它的定位跟發想 然後去找到一個非常獨特的位置 然後把它擴展到它可以成為一個品牌 然後做出它的特色這樣 好 我們今天謝謝B 謝謝 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的話 歡迎點讚 訂閱 按讚 訂閱 加分享 然後如果也要加盟B的品牌 Fancy豆腐的話 請打以下專線 不是 沒有 我們這邊 打在這邊 好的 那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